觀眾朋友來關心今天解放軍 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軍演的情形 這個是中國的中央電視臺 在下午的時候公佈的一個 今天對臺灣發射了多枚的東風導彈 而我們的國防部也證實 在今天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解放軍對著臺灣的海域 總共發射了十一枚的東風導彈 這不包括說在馬祖 在烏丘等地有這些火箭彈的 這樣子一個發射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根據中央電視臺的 這個彈灼點的這個分布的話 很顯然是在我們的宜蘭東北方的外海 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那等一下我們會花蠻多時間 這個彈灼點是極為關鍵的 在花蓮外海 儘管說離臺灣本島距離 還算蠻遙遠的 但這個彈灼點很顯然 他的導彈非常有可能是飛過臺灣的上空 也許垂直高度很高 但這個事情 我們可能需要花蠻多時間來討論 另外就是在我們的東南角的這一塊 也是他第三個彈灼點的區域 這是最新的情形 不過在一點多的時候 他發射了多枚導彈之後 大概經過一個小時 解放軍宣布說非常精準的打擊 因此任務完成 所以解除了包括海空的管控的這個限制 不過這部分當然絕大不多數的民眾跟國軍不會說 你真的所謂的你嘴巴講解除 那危機就真的解除 沒有這回事 所有的東西都還在監控 而他所謂的解除 是說第一波的導彈威脅解除 還是說整個軍演都解除 等一下也會好好來討論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非常感謝是前空軍的副司令 張延廷 將軍你好 大家晚安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中華亞太經營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王志森 王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中研院法律所的研究員 廖福特 廖老師 信聰寶 大家好 資深的軍事記者吳明傑 您接待 信聰寶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軍事演習 央視軍事微博貼出飛彈升空影片 表示解放軍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 在四號小一點鐘左右 對臺灣東部外海實施多區域 多型號活力打擊 更以動畫顯示 導彈全部精準命中三處目標 整個時代發射任務圓滿達成 解除相關海空域管控 對臺灣海峽東部特定區域 進行了精確打擊 取得了預期效果 東部戰區對於成果相當滿意 國防部發言坦克飛更表示 中國軍隊說話是算數的 演訊是針對美台勾連的嚴陣震 威嚇意味濃厚 不過雖然飛彈命中臺灣東部海域 但是並沒有證實有飛越臺灣本島上空 軍事學者分析 這一次軍演沒有超過九六年的飛彈危機 射飛彈只是這樣 那代表他還沒有去跨過九六年飛彈危機 那樣子的模式 那現在的話 我們這一點就會變成說 他也不希望這個局勢繼續再升級下去 雖然飛彈射擊結束 但林佑表示 直到七號都還是要注意共軍的海空演訓 尤其夜間訓練要特別注意防止偷襲 行政院則表示 政府將適切應對並且守護國安 我們在政府的各部門的協力 跟民眾的配合合作底下 我們會有所同意應應 將相關的衝擊降到最低 對於中國政府向法北韓 任意在接近其他國家水域 試射導彈 外交部我們予以強烈的譴責 並且要求自我克制 外交部同時我們呼籲國際社會 共同譴責中國對他的軍事威脅 軍演造成情勢緊張 總統蔡英文是否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總統府犯人張敦涵回應 國安團隊及國軍隨時掌握狀況 行政院也已經擬出了五大因應對策 防止外力不當侵擾 記者 台北報導 複士您先請教您兩個問題 不過我們必須講說這個資料 是中國的中央電視臺所弄出來的 那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彈著點 精準的位置可能要再查證 不過我們的國防部也說 確實在這幾個區域 他總共設了十一枚的東風導彈 第一個請教你 這樣子一個發射導彈 這樣子一個彈著點 對於臺灣的威脅 對於這次的軍事演習 他想展示的那個肌肉 是不是達成 第二個下午 大概經過一個小時就說 我任務達成 我解除海空管制 可信不可信 對 我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問題 就是他實施的是遠程火力打擊 那現在他的導彈是有衛星定位 他自己有背著衛星 他不見得要靠美國 不見得 他自己有背著衛星的定位 另外一個他慣性導航 他雙重定位 所以他講說精準完成打擊 我相信他精準完成打擊了 因為他經常在新疆的若昌 還有他的一些演訓場 他都做實彈試射 也都大部分 我們不需要質疑他的精準度 不要再質疑 我認為他是命中目標 我們也料理從寬的原則 而且他在上個演習區 然後他是說 我們國防部講 沒有飛過這個臺灣的上空 沒有飛過臺灣上空 因為臺灣上空 我們的領空是有高度限制的 他可能飛到 這種導彈他都飛到內太空 引到太空 內太空不是領空 內太空是所謂國際的 國際的活動 人造衛星 儘管還是在臺灣的上方 但是因為實在高度太高太高 所以那已經不是我們的領空 不是領空 但我想問的是說 那我們當然不會去說 國防部講的是怎樣 但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彈灼點是在花蓮外海 他有可能也許從浙江打嗎 就是說不是真的經過 雖然是到內太空 但不是真的經過本島的垂直上方 有可能是這樣打 你也可以這樣來 我認為也可以這樣來做 假設 但是我們也不要說 一定要說他從浙江 然後為了偏離 躲離到臺灣的這個上空 而調整他的位置到浙江 或者是到這個更北邊的江蘇 來發射 我認為不用 他不會再忌諱這些 他如果忌諱這些 他不會就畫這七個演習區了 好那假設他經過臺灣的本島上方 但是高度很高很高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威脅 他高度 他如果已經進入內太空 甚至到已經到達卡門線 進入太空 那這個因為導彈 導彈就是要飛到太空去的 因為在大旗的阻力 你不管是對流程 平流程 同溫層到電離層 他的阻力都還蠻大的 是 那他到太空了 我們叫太空的話 他是他的慣性運動定律 動輒橫動 也可以打得更遠 導彈就是為了打得遠 是 那他要到太空去 是 那火箭就不一樣 火箭是在 我們知道都在類似 領空 所以他打的是導彈 打的不是遠程火箭 他打遠程火箭 對著平潭那個演習區就可以了 如果他用導彈 而是飛到一定的相當高的高度 就是在內太空的這個高度的時候 我們也無所謂攔不攔截這件事 對 他到內太空 我們到內太空 第一個我們攔截的高度是有限的 是 我們大概高度是到 大概 極限高度 四十公里到七十公里 大概就是我們極限高度 再到那高度 我們的彈也上不去 儘管攔截有限 但我們一定全程可以監測 可以監測 看你雷達 你看你雷達的波段 你是強迫雷達還是一般雷達 還有另外一個 他是不是在你雷達的距離範圍之外 如果你超過兩百五十海里 還有雷達的效果是比較差的 你可能抓不到 好 那顯然相較九六年的這個飛彈危機 這一次應該是更加的 更加的惡毒 更加重磅 因為九六年他危機 他打的是啞巴彈 是 這次打的是實彈 並不是啞巴 換句話說他打的是作戰彈 我們有資料可以證實他打的是實彈 我判斷打的是實彈 如果他打的作戰彈 如果他打的不是作戰彈 是就是打的是啞巴彈 遺孝國際了 你這個你這是標標準準的紫老虎 比九六年更 那對 更毒 對 這更 更遺孝大方了 瞭解 你以為這個 這個還算是一個什麼軍事強國 這簡直是一戳擊破 好 那一個小時之後 今天我當然知道 當然也包括我在內說 蛤 他不是說要打三天嗎 怎麼一個小時就宣布說任務完成 然後解除海空管制 解除海空管制任務完成 實際上在你們專業軍人的解讀 是怎麼解讀 那換句話說 他這個當初畫了說七個這個 這個演習區域 進行的這個區域 那就是要解除管制 他可能解除管制是解除他某一方面 他的管制 而不是解除全班管制 他沒有說演習結束 沒有講這演習結束 沒有說這個軍事行動結束 如果講軍事行動結束 那就是結束了 他這次是軍事行動 沒有提到 明杰大哥 他可能是有一個階段性 同樣兩個問題要請教你 第一個這次演習 對臺灣的威脅 對他展現肌肉 是不是達成目的 那當然大家說 一點點就結束了 人家快的 那當然沒有人期待說真的出事 可是說你講著那麼大聲 一個小時 但什麼叫做任務完成 好 他這一次的 這一個對臺的 這一個動嚇行動 他是叫做聯合軍事行動 其實分很多不同的領域 那今天主要著重在這一個導彈 跟遠程火力 特別是因為他有講到說 像在臺灣東部 這個叫做長導火力的實彈射擊 那在臺海的部分 他的是屬於遠程火力 那據今天這個東部戰區 解放軍公佈的 其實他下午三點半 跟一點二十二分別兩次 一點二十二 這一次他是強調說 在臺海東部 也就跨中線以東 這個地方 完成所謂的這個遠程火力的實彈射擊 第二個三點半的時候 他又進一步公佈說 東部火箭軍在臺灣東部 所以一個在臺海 一個在臺灣東部 在臺海的打的是火箭彈 在臺灣東部打的是導彈 那剛剛信聰質疑的 其實也是我們今天下午 一直在觀察 因為特別是因為今天國防部 他分兩次訊息來證實相關的導彈 試射的狀況 第一個當然是凸顯 我們能夠掌控 也能夠偵測相關的目標 所以第一次下午的時候 談到說 從下午一點五十七分 還有五十九分 開始陸續打 第一時間並沒有講打了幾枚 但是強調說是東風系列 那講的打的時間點 是在臺灣的東北面 這一塊跟西南面 那後來在傍晚的時候 第二次發布訊息 是直接更證實說 總共打了十一枚東風導彈 那涵蓋臺灣的北面 東面跟南面 那剛剛信聰講說 那臺灣東面 那國防部的說法是說 沒有經過臺灣上空 那其實我認為背後 還有兩種可能性 剛剛信聰提到一個 其實我們從地理上去看 如果今天他這一個彈道飛彈 要打到臺灣東部 特別你看他畫的區塊 離第一塊 今天加了一塊新的 是離花蓮比較近 但原本公佈的六塊之一 離花蓮其實距離有點遠 其他五塊都很近 為什麼這塊特別遠 有一種可能性是說 信聰其實質疑的 我認為有確實存在可能性 譬如說從浙江的沿海 從這裡來打東風二十一滴 因為特別是這一塊 今天東部戰區 他強調說 在臺灣東部的這個試射 是多區域多型號的長導 長導火力 也就是常規導彈火力 以及命中 而且檢視區域拒止能力 就反接入 就我們在談的時候 為什麼打這一塊 就是阻止美軍的航母來援彈 那如果是要這樣的話 打海上目標 特別是移動目標 我們都知道 當然是他們號稱東風二十一滴 這種彈道反艦飛彈 才有辦法去打移動目標 所以東風二十一滴 他的射程如果看起來地理上直線 不經過臺灣上空的話 確實浙江的沿海 非常靠近沿海有可能 第二個可能性是過去山東 其實也部署了東風二十六 東風二十六 他也有可以進行反艦 就是攻擊航母的 這樣的一個能力 過去他是直接打到南海 所以這兩個區塊 如果不經過臺灣上空 我認為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不能排除 那否則的話 可能就是雙方各說各話 臺灣當然是希望說 也不要受到影響 所以就算他出大氣層 我們不承認 他進入我們的領空 那老共當然會拿著來內宣 表示說飛彈飛過領空 那可以讓他們內部情緒轉移 不過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 其實還包含 像這個遠程火力打擊 他劃設的區塊 是在這個臺海中線 其實這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政治的這個入侵的意涵 就是他打破臺海中線 打破臺灣的ADIZ 然後中間三塊 是已經直接劃到臺灣的領海 十二海裡的領海 那領海上面就領空 那當初其實我們也認為說 他有意要進一步來這個進逼 你臺灣的領海跟領空 但是我們看到臺海的 這一塊的演習區域 他除了說平潭外海 這個部分 他證實說有打 等一下可能信通資料 也有談到 他今天也公佈說 連在馬祖東引 還有烏丘 烏丘 這三個區域 並不在他公佈的範圍內 為什麼你也在這裡實彈射擊 所以他公佈的 剛剛講到說 是不是已經解除海空的空域管制 我認為當然是不能掉以輕心 就是說可能首波的導彈的演習 目前來講 他第一波是結束 後續有沒有可能還繼續 我覺得必須要觀察 因為他先前公佈是三天 甚至一開始我都認為 可能三天之後 搞不好又還有三天 因為他主要就是要干擾你 是 臺灣的 不管是內部的這個政情也好 或者是你對外的這些貿易 或者影響你的戰備物資 讓你造成一定的恐慌 所以相對來說 當然我們認為這是政治動作 大於軍事實質的威脅 但是我覺得後續的行動 恐怕還需要繼續觀察 不過我相信 不管是我們的一些決策高層 乃至於我們的軍方 乃至於我們的民眾 沒有那麼好騙 你今天下午對臺灣 射了那麼多的導彈之後 然後一個小時說我解除管制任務達成 我們就要買單 恐怕不是這樣 特別今天有一個講有趣也有趣 講荒謬也荒謬 是說廈門航空自己要避 他們自己的這個所謂的進航區 他還要跟臺灣來去借到 那我們觀察一個點就很容易 如果你中國自己的漁船 自己的飛機 自己的任何的船隻都很沒有 顧忌的在航行 在飛行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說你真的這一次稍微解除 但我們來看看今天的解放軍軍演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 他敢說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 以前叫二炮部隊 改成叫火箭軍部隊 對臺灣東部外海預定海域 實施了多區域 多型號的長島火力突擊 導彈全部精準命中目標 檢驗了精準打擊跟區域拒止能力 整個實彈發射圓滿完成 因此解除相關的海空域管控 臺灣就是中華民國的國防部發言人他講 中共下午一點五十六分起 在臺灣的北部東部跟南部周邊海域 一共發射了十一枚東風導彈 而國軍透過各種預警監測機制 也即時的掌握所有的動態 那共軍下午在馬祖烏丘東影 這個地方進行遠程火箭的實彈射擊等等的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國防部下午的時候 請導播讓我看一下我的電腦 也有一張應該也是文宣 就是說他真的射了 那多枚的東風導彈 但國防部是即時掌握所有的動態 請教王老師 這件事我們該用什麼樣緊張 我覺得也不應該說用戏虐輕忽說 什麼講的那個正天尬 想結果一個小時就沒了 恐怕不是這樣子 但真的很嚴重 這次的軍演 基本上先講這個 現在講說下午 今天下午說結束 但我覺得一個部分是說 他到底是結束今天的這樣子的 還是結束全部 他解除是只解除這個東部的 這個所謂的封鎖區的部分還是解除六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這是一部分 第二個是說 他其實強調的是就剛剛講的 這個實彈導射 實彈飛射的發射的這個部分 那只是說請不要忘了 他這次是一個基本多兵種 多區域的聯合演習 也就是說你還沒看到他的飛機 以及他的船艦他的短程的飛彈 以及他在平臺那邊劃射 現在是東影烏丘馬祖這邊 但是你還沒看到他在這個平臺這邊 所的所這個這個這個演習的部分 的這個遠程火力 這些都還沒看到 所以我個人的研判 比較大膽的研判 是我認為第一波 以彈導飛彈為主 東部海域的這個部分 是演練演習 應該初步結束 飛彈的部分結束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確實相對其他的區域 這個是最敏感的 是 因為這個敏感的純度 是他針對的不是臺灣 而是剛剛講反區域制止 他針對的是以中國國防部自己發言 叫做美臺勾連的部分 也就是他很大一塊是針對美國 美國國防部建議出來說 我的雷根號到現在為止 隨時在注意臺灣東南海域的動向 也就是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東邊跟東南邊 這兩個區塊也是國防 我們國防部今天有證實的 有這個導彈試射這幾個區塊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是 今天的下午 這一個十一枚東風飛彈 是射給美國看 我認為是射給美國看 你如果你的航母要來救臺灣 我就可以打到你的 在周邊海域 對 他就做給美國人看 但其實我是有能力 做對美區域拒止 那如果明天繼續驚言 就是做給臺灣看的 對 別忘了這六個軍演區呢 其實他的最大目的 就是要跟你講我可以封鎖你 對 如果要封鎖 他就是要海空聯合 他就是要非常多的艦隊 在這個區域去做軍演 是 我補充一下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明後天的部分 就是您剛剛提到 我覺得海空軍 這會動的 就是剛剛我說 你現在還沒看到船艦 你還沒看到他的這個相關的軍機 在這個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演習區裡面 去做相對應的演習 所以這個是會看到的 我覺得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 他還有另外比較中短層的飛彈 我想明姐也很清楚 還有另外像M族的飛彈 他的中短層飛彈 會不會在西南或者是北邊 再做這種所謂比較中短層的試射 沒有所謂可能跨越臺灣的 這種所謂的疑慮 因為你是西南邊 或者是這個西北邊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所謂跨越臺灣的這樣子 剛剛那樣子的一個彈道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是在未來兩天 可能主要的演習失策的方向 所以我認為他講說 今天實戰今天演員結束 然後這個解除海中封鎖 我覺得最多最多 是針對這個本來 就看東部外海這個 所以這也比較能解釋 為什麼他突然間又多一個 第七個 是 就是拉進來進一點點 拉進來進一點點 他可能就不是長島 也不能排除 他就專門來給你亂的 勞動你民心 也有可能各式各樣的 我講的話 然後我射完飛彈 讓你鬆懈了 說我解除管制 明天再來一波 都有 都有可能 就是搞死你這樣子 他就是讓你製造一種高度的 極限壓力的緊繃 但明杰兄 如果照剛剛我們預想的時候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然後明天又有海空的這些 所謂的聯合封鎖 攔截的話 我還是想問 其實臺灣真的沒那麼緊張 但我們沒那麼緊張 對還是不對 我覺得當然相較於一九九六年 臺海危機 第一個當時已經度過了 知道這是文工 有何之恫嚇手段 第二個就是臺灣自己 目前的防空能力 特別是我們對導彈的偵測 跟攔截的能力 已經建立起來 九六年的時候沒有 現在當然更有把握 為什麼可以偵測到說 總共有十一枚 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認為他今天打的這個十一枚導彈 其實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當然剛剛談到說 區域拒止反潔入 是針對臺灣東面那一塊 那一塊我認為他是反艦彈道飛彈 可能針對美軍的航母 在做這個示威 那個部分我說 確實有可能從浙江或山東 但是你要看從基隆跟高雄港外海 甚至今天臺灣的北部 這個地方 基本上這就是短程飛彈 然後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我看央視畫面曝光上面 大概就是東風十五B 東風十五B 就是我們九六年臺有危機的時候 我們看到解放軍對臺 分兩波 先六枚 那隔年又四枚 那時候是東風十五型 那當時其實解放軍的北斗 衛星系統 定位系統 導航系統都沒有建立起來 所以精準度很差 那時候CEP可能超過一百公尺偏差 都不意外 那甚至由於沒打到自己都不見了 後來還是老美發現 那現在當然他北斗系統建立起來 他的精準度 我相信是相對提升 CEP可能可以到譬如說 二十到五十公尺以內 那在基隆跟高雄外海 這個部分用東風十五B 以色成來講 他大概從這個東南沿海 就可以直接打 所以他今天我認為分兩部分 第一個是反介入沒錯 第二個城市 其實他就在做模擬攻臺的序列 也就是說用這樣東風十五B 其實他的主要目標是在打臺灣的 直管通勤系統 主要重要的陣地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同樣在展現說 他對臺灣首波的攻擊 可能可以採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同時他西岸 其實今天這一個在平潭的地方 這個PCL這個191型的這種多關火箭 但我簡單講 大概就是中國版的海馬斯多關火箭 他們研發出來這樣子多關火箭 射程號稱至少一百五十公里 最多用這種火龍三百型 或者火龍四八零號稱 都可以打到五百公里 更重要是說過去火箭 但是盲射不精準 他上面也有定位系統 相對精準 所以他今天第一波都在模擬 就是說如果今天未來要奪臺 他用導彈第一個把美軍介入 把他排除在外 第二個直接襲擊 臺灣打直管通勤系統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當然海空的兵力會持續出來 因為昨天二十二架攻擊 已經越過臺海中線 你看他飛的位置 從這個他的這一個等於東南 陰海直直化的話 飛越臺海就是直取臺北中樞 那配合平潭那個位置 剛好在這個地方 那這兩天 其實今天已經有解放軍的軍艦 越過臺海中線 臺灣的東部有三艘共艦 這一個可能包含一艘零武 在內逼近花陵港外海二十五海浬 接近我們的二十四里的毗林區 那這些兵力就在做後續 他要這個兵力 想要這個渡過臺海或包圍你 或者要登陸這樣的一個想定 所以接下來當然這個海空聯合 包含像兩棲作戰 在平潭島這邊 他也會曝露很多的畫面 表示說我後續 我也可以透過兵力 來直接搶攤臺灣或空降 這些都會持續做 那首波確實導彈試射 我認為你這一次一天之內就打了十一枚 應該可能暫時 可能告一段落 但是隔一段時間 有沒有可能再進行另外一次軍演 這很難說 那當然因為今年中共二十大習近平 對他來講 是這個三連任的一個關鍵 在這之前 如果說又有內部不滿的情緒 或各方面 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轉移內部壓力 我覺得可能性還是存在 不過總之就是我們的國軍弟兄 真的辛苦了 那但是至少還要再撐很長一段時間 但我要請教廖老師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圖 就可以清楚說 到底我們有多氣 為什麼一千萬大雨 軟頭穿過到這裏地鐵頭 我們看到這個比較是灰色的部分 是一九九六年三月 他軍演的區域 那上方那個比較接近深藍色 是一九九五年七月跟八月的時候 演習的區域 我們看到紅色這六塊就是在今天 他所畫出來說 他要演習的地方 其中包括說在我們基隆北方 宜蘭東北方 這兩個演習地方 跟我們在高雄屏東的西南方 這一個呢 這三塊 他就是侵犯到我們的領海了 他其實已經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看到那個 沿著臺灣外圍的第一圈 這個叫領海基線 那黃色這一個區域呢 叫做我們的這個 外面的這個外界線 他的演習就直接在我們家 不是在家門口 到我們家裡面來 至少到我們庭院來了 我還是想請教老師 對臺灣來講 我們必須捍衛的 必須堅持的 而在國際法上 絕對站得住腳的 這些反擊行動會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你在就是國家的主權 那國家的主權概念的話 就是三低的立體空間 第一個是領土 第二個是領海 第三個是領空 那剛才我們討論到的 就是說領空或許他沒有 就是那個飛彈 或許沒有穿越過領空 他也沒有直接打陸地 所以他最重要的問題 是在於海域 你就照這個圖來看的話 他確實是已經都畫進去的 我們的領海的範圍裡面 這是高度的 不過你剛才看他那個 打到點的話 我覺得他就是精準的計算 在領海的邊緣 我覺得他在做這個計算 對啊 那這個計算 剛才我們談到六個點 大概非常明顯的是要包圍臺灣 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他同時也在測試 國際的底線 也就是說我這個最危險的底線 我沒有打進 假設他的如果是精準 沒有打進領海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或許那個糾紛是會降低 那不論如何一個國家 打飛彈到另外一個國家 在非常接近領海的區域 這是高度的軍事威脅 你說從國際法來看的話 不是只有直接的軍事攻擊 這才叫做是違反國際法 他已經非常非常貼近的 領海的狀況之下的話 這是高度的軍事威脅 這根本就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 如果你直接打了領海 是直接違反 如果你是打了在領海外 我非常接近的話 就高度的軍事威脅 這根本也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這個概念的話 所以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高度的抗議 同時應該把這個重點告訴國際社會 就這個軍事演習 不只是軍事演習 而是一個高度的直接軍事威脅 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要補充一點 像臺灣的東邊海綿 我覺得他不只是在對準的臺灣跟美國而已 他同時也在想要打破日本跟美國的軍事防線 因為他非常接近日本的宇納國島 這裡不就其實幾乎日本一定可以宣稱說 這是他經濟海域 這個是他的經濟海域 他已經抗議 這沒有任何的爭議 你讓國島比距離臺灣更近 對啊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個區域 換句話說今天其實中國 當然有說自己任務完成 但對國際來講 其實你中國就證實的 你跟北韓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再補充一點 他今天會怎麼短時間會宣誓說 我要解除 我就是國際壓力 因為軍事演習 他必須要管制 管制飛行跟航行 這兩個管制 你管制一天下來 你想想看今天包括臺灣 就已經要改變多少的班次 多少的航行 那並非要說 包括其他國家 甚至你剛才 信聰你剛才提到 連中國自己的 自己下面航空都要閃 那你想想看 在一天 他就要這樣子 是 如果中國持續個三天五天的話 那個國際航線會更亂 會大亂 所以我認為他是在考慮 國際的壓力 會持續到什麼程度 會多大壓力 那因此 見好就是說 我也展示了我的軍事的武力 的那個精準度 飛彈也打了 是 那可是為了不要後續持續影響 那個國際的航行的話 那我今天就宣布 我覺得他宣布的是 其實是解除軍事演習所 對於國際航行的管制的部分 不是解除掉軍事演習的內容跟行動 是 以讓國際航行 能夠稍微恢復 然後不然我們可以仔細觀察了 明天的國際航行跟那個 就不管是飛機或船舶的航行 會不會再做更嚴格的管制 這個才是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你就看廈門航空敢不敢造原本航線飛 不過等一下要請教將軍 剛剛我們都是說解放軍到底在想什麼 他的攻臺的步驟 他的能力 他的想定到底是什麼 那是他的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國軍也不是說 隨便都你要怎麼打 我們就乖乖讓你打 我們自己也有些反制的作為 我們來看看 F16戰機掛彈升空 中國解放軍四號起 在臺海周邊六個海域展開軍演 臺灣空軍一整天動作頻頻 包括新竹 嘉義 臺南 花蓮 與臺東制航空軍基地 都有出動戰機戒備 屏東自由民眾直擊阿帕氣直升機 進駐恆春機場 陸軍實軍團上午在大甲西出海口 進行M1洞溝A2與野戰 榴彈砲實彈射擊 軍方強調是年度重砲實彈保養射擊 但實際敏感也引發關注 國防部證實 中國解放軍從下午1點56分開始 已向臺灣東北與西南海域 發射多枚彈道飛彈 共軍區分數個波次 將臺灣北部 南部以及東部周邊的海域 總共發射了東風系列的彈道飛彈 十億枚 過程當中 國軍運用各種預警 至於中國發射導彈是否涉及飛越臺灣領空 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蘇紫雲認為 導彈會經過大氣層落在臺灣東部海域 不算國際法定義的領空 依照國際法相關的規範 這是領空 這是不及於大氣層外圍的太空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共 他要打擊的是臺灣的心理民心士氣 不過三號晚間金門北定地區上空 首度發現疑似中國無人機侵擾 金防部以射擊信號彈警示驅離 花蓮空軍加山基地附近 則有民眾拍下藤雲無人機 在空中盤旋的畫面 軍事專家表示 中國電針船與電針機 都在附近觀察我方接戰模式 國軍應該要審慎應對 電針船或者是電針機 都在附近觀察我們的接戰模式 還有我們的使用的電池參數 所以如果我們攔截的話 造成的後遺症可能更嚴重 國防部雖然強調部分軍事行動 是例行性訓練 但也強烈譴責中國的軍事演習 嚴重破壞區域和平 面對臺海緊張情勢 國軍將全力確保國土安全 機腳面部彭安群 張明哲問家凱 陳柏玉綜合報導 將軍就是這樣子 每個軍隊都一定會有自己的兵棋推延 然後作戰想定跟最後的驗證 那老共現在現在其實某種程度 他其實透過軍演在做驗證 說我到底能不能打得到打得準 以及整個步驟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大概就我們就承認 他就是有導彈射得這麼準的 這個能力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再請導播讓我看一下 那個我另外一張CG 他也有包圍這樣子一個區域的軍事能力 好 那我們的反制是什麼 我們我們知道中共 他在海峽這個地區塊 跟東部的花東外海都有軍艦 那我們今天的戰機要不要起飛 可以升空監控 當然要嘛 你這些不管是你從新竹的幻象 這個CGK的經國號戰機 加一的F16都要起飛 針對臺灣海峽 你有責任區 華東地區也是一樣 他在華東 住在華東的幻象 跟這個臺東的 臺東有幻象機動進駐 還有這個花蓮有F16 也要針對花蓮要做升空做警戒 因為他在傳言下 有沒有什麼任何動態 如果有任何狀況的話 直接就可以以空置海 是 一定要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 現在的共機 經常在海峽中線活動跨中線 那我們這個 換句話說 我們的整個戰略空間受的壓縮 你空間要及時在空中做介護 你在如果是他在這個地方 做活動的時候 你再從地面上緊急起飛 再經過爬升 再到目標區 你的時間來不及了 是 因為他現在我們的重生越來越短 是 已經在海峽中線 一東靠近我們這一側 那換句話說 我們在這個戒備升空警戒的這個架次 跟這個壓力 當然要隨時增加 當然 對 所以在這個區塊 尤其現在是演習這個區塊 更是相當敏感 如果有一些疏失 他萬一是跨越了我們的訓練空域 甚至進入我們的領空 他演習區都已經花了 花了我們的領海跟領空了 那他如果是他戰機到我們領空怎麼辦 當然戰機要事先要超前部署 是 事先到達定位 是 所以你不管是這個北邊的演習區 還是中邊這個中部的 這個海峽中線 還是南邊的這個演習區 我認為這三個區塊都非常注意 同樣花東的話是軍艦 他最起碼他現在還沒有繞島飛行 不管是這個逆時中的繞島 或者是順時中的這個順時針的繞島 他還沒有做 我怕他下一個階段 他會做 因為他有說 他就會去做 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選擇哪個時間 可能選擇天氣好的 或者是甚至以後選擇演習結束 你這演習只是四號到七號 那以後八號以後九號 他以後變成常態性 他這個以後不是說只是間斷性 或者是很久一次 是 跨中線以後是常態性 以後在西南空域的活動的價值 減少了 移到中線了 直接抵近了 或者壓力更大 是 那以後的話 可能在訓練空域之外 會迫近我們的領空 演習的話 他是個試探 是 以後在外島 中共的無人機到馬祖上空 到烏丘 到東影上空 到金門上空 也可能也是常態 今天來個兩三次 一兩次都有可能 今天是金門 下一次是東影或馬祖 輪流來實施 讓讓我們來應接不暇 然後再測試我們的底線 我們用什麼樣應變的方式 我們拿什麼樣的裝備跟武器去反制 是 他要看反制的程度是如何 是高瞻度的反制 還是低瞻度的反制 只是警告而已 那他也在做測試 所以我們有必要在這邊 做最佳的硬敵的模式 是 讓他不要再欽門 踏戶得寸進尺 這是我們的原則 應該把握這個底線 不過恐怕至少民眾也都要做 我們國軍的後盾 因為接下來國軍的壓力 以及兩岸的這種緊張對峙的局勢 大概只會越來越嚴峻 不會緩解 至少在二十大之前 但王老師我要請教你那個問題 我們假設他已經導彈可以打 他現在呢 當然是軍演 所以他打臺灣外海 東北南 那他如果打本島 我們能怎麼辦 基本上臺灣現在的狀況 跟九六年完全是兩回事 我先講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很多人會把九六年 臺海危機跟這次來做比較 特別是老公的 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九六年 我覺得他更多是恫嚇 這次其實你看他所有的演練 其實就如同剛剛信聰所提到 他在演練的是 如果要武力攻打臺灣 他怎麼做 從反拒止 從剛剛講的 導彈的 對於這個相關的關鍵 系統設施或是指揮系統的癱瘓 到臺灣海峽的封鎖等等 其實他這次來做的是一個統一臺灣的武力演練的狀況 這跟九六年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換言之回到您剛剛的問題說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 真的是準備攻打臺灣的情況 那像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臺灣這幾年來講 我們叫刺蝟島 叫豪租戰略也好 基本上我認為我們的防空系統 立體化的過程 從地對空空對空一系列過程 其實是足以因應 我們是有相關 足夠的實力的 那這種不對稱的戰力 其實一定程度 我們是能夠去抵禦 我想這個問題並沒有想像中 他一定會打我們 但我們一定不會馬上讓他打倒 對對 他要打我們 可是他打我們說 我們的攔截 我們的組合能力夠不夠 那甚至包括所謂不對稱的作戰能力 是在建構當中的過程當中 是有能力去這個抵禦 他這樣子真正的一個可能性 第一波說實在 你要百分之百攔截 這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會有一些損害 那當然 但至少到第二波 不管他開始要進行封鎖戰也好 甚至要搶攤也好 甚至就到城市裡面來也好 恐怕沒那麼容易 應該講第一波的攔截完之後 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是有部分的源頭 打擊能力的 那這時候其實你是不是還有能力 真的這麼強悍的 可以進行第二波 剛剛不管你是真的所謂登陸作戰 搶攤作戰 城市作戰 我覺得那個部分 其實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覺得那個他以 特別是二武戰 以他現在我家自己評估來講 恐怕難度都很高 但是我覺得以老公來講 第一波對重要的是 他還要把這個美日的力量拒止在以外 他才有更長的回旋時間去進行 你所想像的第二波 第三波的攻擊 是 如果他連那個都做不到 那對不起 你後面是全部都沒有 我就講白一點 您剛剛說的第一波 我們有反制能力 就是說他如果打我們橫子鎖 恐怕你中南海也得要防一下 應該就是你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對 我只能這樣講 對 是 是 不過明杰兄我還是請教 剛剛談到說 他第一波這些導彈 其實針對美國而來 你美國的航母想要來救臺灣 等等 我就說我導彈可以打到你 就是這樣子嗎 這麼容易可以打得到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跟九六年 臺海危機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整個臺海周邊的 這個情勢有很大落差 九五 九六年 那時候整個危機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當時的克林頓政府 一開始對於解放軍對臺的軍演 其實一開始是輕忽的 所以那時候直到整個導彈 已經真的發射之後 後來這個 我記得當時的這個美國國防部長 是這個培里 那還有當時太平洋艦隊的 太平洋司令 那時候不叫印太司令 叫太平洋司令普里赫 那後來他們事後都談到說 他們才緊急去跟克林頓報告 大概其實開了一個簡單的會 大概只有十五分鐘 很快 克林頓就同意說 好嘛 這同意這個調派 真派一艘航母打擊群 到這個臺灣附近來護航 那本來一開始 尼米茲號是先從這一個九五年的十二月 穿過臺海周邊 結果後來因為那時候 情勢美方研判應該不是太嚴重 所以他就到中東去巡域 然後後來另外一支這個獨立號 那從駐日橫須賀港 緊急調派到臺灣的東北面 再把尼米茲叫回來 增加兩支這樣的一個艦隊來嚇阻 所以也就是說當時解放軍他的動作 讓華府一度認為說 他有可能跨越紅線 有可能對臺做真正的入侵動作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危機應變 這件事情其實給華府針對 臺海的安全有很深刻的檢討 所以事後包含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為什麼協助臺灣出售 長城獄警雷達 出售臺灣先愛國者二型 後來愛國者三型 總共九套 那甚至Perry他後來事後寫了一本非常經典的書 叫做這個Preventive Defense 就預防性防禦 就是說美軍必須要在危機發生前 就先做好部署 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 都是預防性的防禦 這一次就是預防性防禦的展現 那當然雷根號航母打擊群 還有包含像兩支這一個兩艘 包含迪利波里號跟美利堅號 這兩艘都最新的美利堅級 上面可以搭載F35B 那總共三支等於說準航母的這樣的 這個艦艇都在附近 進行所謂其實臺海的一個維護 跟警戒任務 表面上是培洛西訪臺的一個個人為安 但是背後其實更深的含義是 我就坐鎮在這裡 因為你看到這次白宮的情報是很準的 所以他的這一個國安會發言人 Kobe 很早以前 這個解放軍還沒有宣布要演習之前 他就說研判過幾天 未來幾天中國可能會對臺灣做一些動作 包含飛彈試射 包含戰機跨越中線 包含經濟上面的脅迫 全部都實現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劇本 也早就在華府的推演之中 那當然臺灣 我們這些國安部門 不要說國安部門 其實我們上週我們個人在研判 也就是這幾個劇本 那當然現在一一都開始這個出現 也就是說這一次臺美相較一九九六年 我們的這個預警跟事前的推演 跟事前的準備 跟實際能夠防衛的能力 其實都大舉提升 也就是說 在因應這樣的一個變局 或者是可能有突發狀況的時候 其實臺灣應該是更有自信跟能力 所以換句話說 這次演習 我認為如果他真的要對臺灣動手 也不用公佈什麼六個 這一個禁航區 我要打導彈 其實如同九六年那次危機 我認為反而比這次更緊張 為什麼 因為那次打導彈是在凌晨 突然 而且臺灣那時候是沒有預警能力 連老美都沒有發現 事後一艘這個邦克三號的 這一個提康德羅加局的這個巡洋艦 在屏東小流球外海 才偵測到說原來他打了導彈 所以這次其實臺美都有所準備 也就是說我們在能力跟防衛 跟這個新防上面 都更加的已經比過去更堅強 是 所以現在同樣的 老共要用促然突襲的方式 其實也更加的困難 雖然他的軍力也有所提升 但是對他來講 困難跟阻礙也更多 那更重要的兩個前提 我覺得必須具備 第一個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 他要先確定他的位置 坐了穩 已經連任 不會有內部任何的一個變數 他這個大權在握 軍權 全部都聽命於他 他才有可能 更有把握的想要來這個 用武力的方式來侵犯臺灣 第二個 他要能明確地排除 美日介入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今天 如果解放軍的軍力 縱然有再多的發展 但是我們看到美軍 這幾年也加快腳步 不管是高超音速飛彈 各種武器的研發 也在緊跟著追上 要跟中國能夠相互抗衡的情況之下 如果中國沒有一面倒 能夠把美軍一出手 就把他隔絕在外的能力 基本上他還是要顧慮 美軍介入的可能性 就如同現在的情勢 雷根號還在附近排旋 有人說今天他往北走 第一個當然裴若西去訪問南韓 他要往北護航 這也是他的任務 第二個當然因為他宣布的這個導彈試射區域 就在臺灣的東面海域 所以他當然某個程度是迴避的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他在南海的行駛 基本上是取到巴士海峽 但是他現在已經繞行菲律賓中部的這些海域 等於說也在迴避他被攻擊的可能性 但是同時他這也在做他的戰力保存 就如果今天中國真的對他出手 美國其實也會迅速接入 換句話說 北京刑濟平和解放軍壞歸壞 但還不至於笨到真的去發動一場 他沒有把握 而且他輸的機率很高的一場戰爭 但我要請教廖弗特 我們其實一直在談說 到底解放軍會不會打臺灣 中國會不會打臺灣 其實早就打了 我們是這樣說 打不是說只有說 真的你的飛彈打到臺灣的土地上 打有非常多種的方式 他早就打了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一陣子因為佩洛西來臺灣 包括說我們的總統府 國防部 外交部 桃園機場等等 都被駭客 其實就是來自於敵對的 這樣子一個境外勢力所攻擊 然後唐鳳說各公務機關 都受到網路攻擊 那是平常的二十三倍之高 那這個我覺得問題非常嚴重 7-11跟臺鐵的看板被駭進去 駭進去他是怎麼駭的 恐怕是早就設定的這個軟體 就在臺灣內部 可能到處都是 那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一個所謂的 在如果真的發生敵對戰爭狀態的時候 你資訊被控管 那是極為嚴重的事情 假訊息什麼蘇凱三十五穿越 臺海中線了 然後臺灣戰機被擊落了 桃園機場被轟炸等等的 這種假訊息的一直攻擊 那經濟上更別談 不管是說之前的這些石斑鳳梨 乃至於這幾天的這些柑橘水果 或者是一些食品 連乖乖他都要禁 那還有說特別是這件事情 臺灣民主基金會也被點名要批判 然後國和會要對他制裁 然後蘇貞昌 尤錫坤 吳釗燮 都是臺獨頑固分子 但有一件事情在昨天是非常值得 大家來省思的 我們來看看 楊智淵 其實他並不是說真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 但央視說 因為他長期從事臺獨分裂活動 他在哪裡從事臺獨活動呢 是在臺灣 那先前呢 不管是李明哲或相關的人 都說是你這個叫間諜 你這個叫顛覆國家政權 從事這些非法活動 在中國境內 可是楊智淵呢 是在臺灣主張臺獨 當然他也是相關的 像臺灣民主黨的副主席 不過他之後就退出了 然後呢 在昨天把他抓起來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案件 是臺灣人在臺灣做自己合法的事情 但他一旦進入到中國境內 他就可以依國安法說 因為你主張分裂 主張臺獨 他就可以把你嚴懲 我還是想問的是說 我們現在遇到什麼樣的危機 我就先先想一下 這整個他到底用什麼樣的標語跟口號 結果大家發現這幾天 其實真正的表面上的活動 是裴洛西議長到臺灣來訪問 這個是他的活動的樣態 結果中國所做的標語跟口號是說 我要反臺獨 這個就是其實是中國非常嚴重的心理恐慌的重點 他才會以 結果是一個議長來訪 美國議長來訪問 結果他做的是全部是以反臺獨為口號 結果他自己的恐慌是說 這個事情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訪問 而是一個可能走向臺灣獨立的一個模式 那因此他以這個口號去進行所有的反制跟制裁 包括就是說那個資訊上的制裁 或者是說我抵制國和會 民主基金會等等的 然後包括我都做去抓人 那逮捕楊智淵 這個剛才心中講的 他最主要的一個行為上 是在臺灣的進行的行為 是 他跟李明哲或者是其他人 多少還是有點點不一樣 那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是很明顯的警告 也就是說在臺灣這種人有多少 如果說這種有這種行為的模式的人 就是說會有多少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警告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我覺得重點是說 楊智淵先生在中國恐怕不是昨天才入境吧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可能是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為什麼會在這 昨天他跟你宣布說他逮捕 這個很顯然也是一個抓機警頭 就是我等於是在某一種警告室的一個狀況 可是是表面向的 他其實對這個個案來說的話 他不會有連鎖效應 後續的一個情況 第三個 中國不是每次抓人都公佈的 是 他為什麼特別公佈這個案子 這很顯然也是警告室的 是 也是警告室所以說他一直告訴你 就是我的目標 其實我要反臺獨 那你任何的可能有類似的行為的話 那我一定要做某一些的反制 那作為反制的話 我沒有要臺灣抓人啊 所以說我就找了一個人 在在中國 中國的 我容易逮捕的 同時把他公佈 做一個警告室的 那另外這個說要反制去制裁國和會跟民主基金會 我認為也是一個表面上的反制 那為什麼他是選擇是兩個外交部所支持設立的基金會 也就是說他把他任何一個外交系統的組織 我用一個很不好的提問 因為臺灣有非常多優秀的學者 都是國和會 國和會是外交部呢 其實去幫助世界各國 像是非洲或是議診等等的 這是國際合作的 有非常多的醫師 非常多的教授 不管是在國和會 在民主基金會做出努力 那他現在北京說要制裁國和會民主基金會 那如果像你們到北京去開個學助元老會 他就可以主張說你是民主基金會人 就把你抓起來 違反國安法 把你制裁嗎 所以說我就說這個是我等一下再討論的問題 而是說他為什麼要選擇這兩個基金會 很顯然他是有目標的 因為他是外交部所尊助成立的 也就是說他認為他是一個外交系統 所以說我剛才說他是一個反臺獨為標語 所連鎖的一個反應 那我認為這個你不是單純的 所以說我要去制裁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他到底要制裁什麼 他也不敢講白 對不對 因為基金會 都有人緣的問題 比如說民主基金會 他的董事監察人 是 他特別是董事的部分 因為他是跨黨派的 這多黨合作的一個基金會 因為你要追求民主 人權的價值 在臺灣本身 你有民主價值的人 你可以知道說什麼 叫做跨越政黨的合作 為了民主人權的價值 那你到底要制裁誰 是基金會本身這個組織呢 還是基金會裡面的人 這個他不敢講清楚 他的策略就是讓你怕 對啊 然後第二個 那你到底制裁 他中國自己不能跟民主基金會 跟國會聯絡的到底是誰 比如說他制裁 中國的捐款 據我所瞭解民主基金會 是不能接受捐款的 所以說是沒有什麼 企業組織的問題 他就是從方方面面來 林鄉民內政 我覺得他都是在那個 以標語 為什麼剛才說的是標語 以反臺度為標語 來設定各種的方法 他在乎的不見得 是非常實質的問題 是 他在乎的是 告訴你說 我要做很多的動作 讓你心裡產生 很大的恐懼 瞭解 那你這個心裡有威脅 那我不知道 我哪一天會被逮捕 會不會遭受到 其他的那個危險 是 他要做的是這個 是 我認為他要做的是這個 昨天我們有談到說 黑道的最大的武器 就是恐懼 你如果不恐懼的話 恐怕他也沒有實理點 但我要同時請教 王老師跟將軍 一個問題是說 今天就已經發生了 彈道也打過來了 然後接下來 我在想明天應該 還有其他的花樣 對我們國軍 該重新加強思考什麼東西 以我的角度來看 中國這一次的所謂的演習 除了你現在貼藥部的 在臺灣周邊的封鎖之外 剛剛新中提到了 幾個重要的面向 包括剛剛你看 突然間的抓捕的工作 然後突然間的經濟上 全面性的制裁 我都開玩笑說 他把他能制裁的東西 再一次全部都倒出來 壓箱寶 可能本來要用三年的制裁 他在三天內被你完成 那包括了假訊息 還有駭客的攻擊 我們要思考的是全面性 我剛剛一直強調 中國這次在測試的是 當有一天 我要武力攻打臺灣的時候 我不是只有軍力的介入 我怎麼樣快速的 癱瘓我的關鍵基礎設施 我怎麼樣快速的 透過不同小訊息的釋放 把臺灣的民進士氣全部搗亂 造成錯誤的混亂 錯誤的資訊之後的混亂 我怎麼樣利用一些人的理應外合 我怎麼樣透過一些威嚇的手段 讓人不戰而降 所以這整個系統的作戰 其實對我們來講 危機就是轉機 看起來很這樣子很緊繃的狀況 其實我們從中看到 北京的這些所謂的導彈導彈的試射當中 或者是明後天 可能各式各樣的火力試射當中 我們的國軍 大家收集到哪些情緒 哪些參數 剛剛將軍也提到 這些東西 對於我們未來的這個所謂防禦的這種評估 我們的能力到底夠不夠 到底應該要加強什麼 這是在軍事上面 是 可是我更擔心的是像這種假訊息 快克的入侵 這些狀況 這麼快速的可以被突破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明星 夠堅強 不是真正的暫時 未來怎麼辦 是 這些東西必須全面性的去做翻整 我覺得這是我們看到 在這一次是危機就是轉機 我覺得我們在中間加強的過程 也是未來抵禦中共最好的方法 江先生 你在講 我認為現在他這個以後 這個演習怎麼會告一段落 演而未戰 但是演習告一段落之後 我們要準備哪些東西 以後他以後已經在中線 已經跨中線的活動了 我們的空防壓力會怎麼樣 然後以後會常態性的在臺灣周邊圍臺軍演 我們怎麼樣去應變 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海運 我們的航空 我們的民心士氣 我們的兵役制度 甚至我們從軍事面來看 我們的兵役制度 還有我們的不對稱作戰 對中共對我們的這些威和 跟遠程火擊打擊 這些各種的武器 包含火箭炮 包含巡运飛彈 包含常規的導彈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在這一次演習當中 做一個非常深層的檢討 要重新布施 布陣 是 因為跟以前狀況不一樣 以前是遠距軍演 現在是抵近軍演 威力更大 以前從來不跨中間 現在常態跨中間 而且是多兵力 多駕駛 是 那我們要怎麼樣 以後的軍艦會常態性的 到我們領海的外圍 就在家門口 我們要怎麼樣去應變 以後這些中共的無人機 在東引 在馬祖 在烏丘 在金門 在東沙 都會常態性在空中 我們還是讓他過來過去 打個信號再讓他走 我看可能都要不是這樣做 是 是 他這樣對我們威脅 已經算是親門踏虎了 是 就在我們這邊 我們有沒有更積極作為的手段 把他推出去 因為推出去越有眾生越安全 威脅越少 越不推出去 慢慢清 溫水煮青蛙 慢慢越來越底進 我們的彈性的空間 我們所能夠迴旋的這個距離 越來越有限 要推出去 就是我們要更硬 我們要看要怎麼樣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樣的方式 推出去 你再不推出去 他再推進來 這個是一個勢力範圍的挪移 是 他現在勢力範圍 已經挪到我們門口了 我們要想辦法 我們不能做事不理 如果做事不理 他還會再推 得寸 他就要進遲 當然 至少 我們現在如果做事進遲 他會到此為止 甚至我們有更積極的作為 可能可以再推回去 增加我們的空間 這樣我們才能夠安生利 南輝有一個醫生 需超病醫師 發願他要在南輝蓋一個醫院 想要來拜訪他 叫做 ...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這樣像尿吉 先尿吉 哇 大哥 厲害了 阿伯 你們都好厲害喔 我看 贵妹对于50岁以上的男人 很有办法 职务看似优雅静止 但其实根本就是动作不断 斗争不停的武林 使用最新发展的